71岁的萨基雷尔族其老宋德让 开心地玩起自己研发出来的玩具 他笑着说这是利用废弃的枕线木头 搭上罐子利用人力推动让罐子旋转 他骄傲地说这是五六年代以前的铜腕 好 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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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一个就是小孩子要玩的 宋先生透过儿师记忆将过去接触过的铜腕 一一制作出来 30多种玩具包括弹弓 陀螺 面具 水枪 橡皮枪 竹枪 甚至到数字套圈 相信四五六年级生一点都不会觉得陌生 而这些都是宋德让儿师玩过的铜腕 甚至还加入环保概念 它不是按照季节 所以按照季节来玩的时候 对大自然的话资源不会浪费 在水连部落长大的宋德让儿师铜腕都取自于居住的天然环境 他凭着童年记忆制作出许多传统和环保概念的铜腕 他说小时候大家都没有钱买玩具 所以小时候的玩具不是爸爸做的 就是要自己动手做 宋德让说制作铜腕可以训练孩子手工技巧能力以及创意 也有些萨吉利亚族群铜腕甚至流传着神话故事 让孩子边听故事边自己动手做玩具 不但有趣又有成就感 还可以推广萨吉利亚族铜腕 接着感觉欢迎受风采访报道